趁還是待業中 所以就跟爸爸媽媽飛一轉吉隆波 這次可以說是等他下班計劃的最大企劃 這次幾乎完全沒有去任何景點 除了雙子塔之外 大部份時間都是留在酒店 所以除了酒店的介紹片 剩下的影片就會分上下兩集出 這集最主要是Local食物 而下一集就會是Cafe Hopping 先去第一站 我們就去唐人街 跟其他地方的唐人街有些不同 在這裡大部份唐人都是說廣東話 所以很有親切感 這次吃的是唐人街勝機 最有名的就是吃老鼠粉 在香港的SomaSoma吃過 以為阿波老鼠粉是馬來西亞的食物 但原來也是客家傳入馬來西亞的食物 客家人就會叫老鼠粉 來到香港一直覺得老鼠不好聽 所以就改了名字 叫它銀針粉 而在台灣就會叫做米太夢 我們平日下午四點多鐘來到 所以沒什麼人 不過事先聲明 這間店鋪 如果你一搜尋老鼠粉 在吉隆坡來說 它是最有名的 所以晚上來是多人的 我們臨走的時候已經看到老闆娘很忙地設定戶外的桌子 所以生意應該不錯 如大家所見 餐廳的環境可以用殘舊來形容 還有室內不知道為什麼有酸酥的味道 如果有得選的話 可以坐室外 怎樣都好 先看了餐牌選食 我們把最有名的食物都點了一份 牙波老鼠粉 燒肉炒麵 和白色釀豆腐 夜飲方便 為了解開 就點了你本雪梅吉仔 先說老鼠粉的食品 老實說 其實有點失望 而且確實夠飽味 但調味比較甜 而且整體感覺很濕 沒有什麼鑊氣 真粉的麵質 都沒有香港那種 嚥韌彈牙的感覺 它的口感比較軟 沒有牙都吃得 我們整家都是嚥韌紅 所以都一般喜歡 第二 值得一看 它的辣椒油 比較鹹香 可以中和到老鼠粉的調味 所以加上去吃就更好吃了 反而燒肉麵有驚喜 麵質非常彈牙 比香港那種雲吞麵 更彈牙一點 不過上面的燒肉一般般 沒有肉味 總之就是加肉給你這樣 醬汁也是用類似的黑醬油來做 但是配麵的感覺 比配銀針粉好一點 而飲品的吉仔酸梅名符 其實非常酸 但有沒有人知道綠色是什麼 為什麼它這杯是綠色的呢 我們找的都找不到 之後是白色釀豆腐 因為是新鮮炸的關係 所以上桌最熱辣辣的 八件是minimum 不過你想叫九件 十件 十件 十二件 都是沒問題的 我們一致認為這道菜是全餐最好吃的 雖然有點像香港的煎釀三寶 不過這裡的豆製品種類比較多 點甜醬 再加上野味的辣醬 就超級好吃了 我們覺得最好吃的是釀豆腐 最差的反而就是老鼠粉 不過老鼠粉在吉隆坡來說 也算是一個必吃的產品 雖然香港數碼數碼好吃一點 大家考慮一下需要不需要來吃 第二站我們來到這裡 樓香海鮮飯店 看名字就知道這裡也是唐人開的餐廳 同樣地一坐下就跟我們說廣東話 聽說餐廳已經有四十多年歷史 現在由第二代主理 環境比起第一間整結很多 餐廳菜式種類不算多 店舖就沒有用餐牌了 用圖畫的方式貼在牆上 所有都是招牌菜 其實點點都好吃的 我們就點了鐵板花枝蝦 脆皮豬手 和咖哩魚頭 點了喝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我們就點了一壺鐵觀音 叔叔問我們要不要雪 你呆了一會才知道雪其實是冰底的意思 菜式就是普遍馬來西亞中餐 馬來文化影響下的中餐大概都是這樣 開業四十幾年最出名就是鐵板花枝蝦 順帶一提 他們的中文有時會夾雜了一些馬拉華 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花枝有時會被稱為蘇東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之後就輪到脆皮炸豬手 很明顯是即叫即炸 一揭開豬皮就看到開始冒煙了 份量足夠三至四個顏色 肉夠厚又不會乾柴 最重要就是豬皮香脆鬆化 油脂很豐富 入口即溶 推介 細一 最後就輪到咖哩魚頭煲了 除了魚頭魚肉之外 還有大量的配菜 包括茄子秋葵之竹等等 魚肉也不是重點 南洋咖哩的重點就是香甜椰汁 配合那種豐富的香料味道 之前在新生吃過一間超級出名的 咖哩魚頭 足足排了一個半小時的人龍店 不過價錢其實差距不大 份量相約 論咖哩的味道兩間其實差不多 而這間的魚肉 比起魚頭的比例高一點 沒有那麼多骨 早知道當初就不排那麼久 舒舒服服在這裡吃 第三站我們打算去吃新派的馬拉菜 比起前兩間 這裡就沒有那麼地貓 走這個復古華麗熱帶風 餐廳就是商場的二樓 這個商場其實都文青感悶悶 特別喜歡商場的中間 留了一個地方保育原先種植的樹木 所以整個商場感覺都頗舒服 我知道大家都是想吃東西的 所以我們終於去到餐廳的門口 餐廳叫做Divan 1958 一進去就會看到餐廳其實分兩大部分 一邊就光亮一點 似乎多一點大桌 讓人開派對 而我們坐那邊就會在小桌為主 精緻一點的裝修和佈置 我們是外國人就不認識 不過這間店鋪的主廚應該是挺有名的廚師 在馬來西亞來說 他有自己的主食節目 我聽說 還聲稱是馬來西亞旅遊局的 Ambassadar廚師 怎樣也好看看吃什麼 餐牌的設計也很漂亮 雖然它的菜式是用馬拉文寫成的 但下面也有英文的描述 外國人也可以看得明白 我們最後點了一個餐廳 一個餐廳 兩個主廚 一個飯 還有最後吃完之後還追加了甜品 先說了飯 餐牌上面有三種香料飯 我們點了其中兩種 因為看不明白 就算吃完我也解釋不到它的味道 是什麼味道 最有趣的體驗是 它會馬上拿著飯桶去幫你補飯 如果想要多一點少一點 可以即時跟它說 所有菜式都大合集地一次過離開 我們就不說太多了 直接開動 逐個逐個採在書面給大家看 正宗的馬來西亞沙爹 我們點了雞肉和牛肉 各三串 醬超濃郁 很香的花生味 不過我喜歡多一點炭小味 旁邊還有辣絲硬 最適合用來點濃郁的醬汁 烏丹是蝦的 在Cucu烏丹就是蝦餅 裡面會有一些不同的蔬菜和蝦一起炸吃 香口夜味的小食 我都想吃 之後就到Curry Leaf 蘇東 前面才教完大家應該知道是什麼 咖喱炒過之後 辣味和濃郁程度比平時都再提升了 很適合送飯 魷魚夠新鮮 彈牙又鮮嫩 不會像橡膠一樣 最後一道我們點的就是Fillit Assumpedas 很想介紹阿森給大家認識 在馬來西亞或者印尼 經常都會用到的一種材料 是一種果實 酸微微 用它來煮菜的味道 會有點像冬陰宮那種感覺 這個魚由上桌去到吃完都用蠟燭慶煮 非常之開胃 是我這餐最喜歡吃的一個菜 最後雖然已經吃得很飽 但是也想吃一些冰 爽一爽 我們就點了這個Sando Deven 它的份量很大 足夠三個人分享 椰糖就夠香 其他就沒什麼特別 不過挺清爽的 也值得一點點 都很欣賞這間餐廳 所有小細節都做得很用心 連買單找錢都用一個小包裝給你裝著 另外這裡應該是熱門的慶祝餐廳 我們一晚看到三組客人慶祝生日 它會有一隊的工作人員 敲充惡氣地唱生日歌給你聽 很搞笑 他們在唱生日歌 最後買單三個人吃了275元左右的馬華西亞紙 大概接港幣是480多元 離開了商場之後才發現 餐廳在外面看進去 原來也挺有情調的 多謝大家收看這段沒有我的影片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啦 再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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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有消息防禮諸 噢